财运与出生月份的关系在古老的玄学文化中一直备受关注 据传统观念 每个月份的出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命运和财富状况 以下将参考传统命学深入分析每个月份与财运的关系 以探讨其潜在影响 注意 以下月份皆指农历 一月份出生 一月是一年的开端 象征着新的开始 因此 一月份出生的人通常被认为具有新生的喜气 以及正月的富足 他们一生较为平顺 尽管早年可能不是很富裕 但随着年龄增长 他们会逐渐遇到机遇和贵人 这使得他们整体生活富足安逸 没有大的灾难 一月份的人要注重抓住机遇 善用贵人的帮助 以迎接更好的未来 二月份出生 二月初二是一个温暖的初春时节 正值炸暖海寒的季节 出生在这个月份的人性格温和 为人诚实 他们从小就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智慧 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基础 二月份的人通常福气绵长 一生中会遇到不少的善缘和机会 在事业上 他们表现得比较得心应手 能够迎来相对顺利的发展 三月份出生 三月份是阳春三月 春回大地 气温上升 这时出生的人通常气质不凡 善于交际 人际关系处理得相当好 他们有广泛的人脉圈子 对事业发展很有帮助 然而 财运却不一定稳定 可能会受到小人的陷害 导致财运波动不定 因此 三月份的人 在事业上要保持谨慎 小心处理人际关系 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四月份出生 四月初四 春风化雨 草木生长旺盛 出生在四月的人性格热情洋溢 勇于追求生活品质和事业成就 他们通常才华横溢 在工作中表现得较为出色 然而 一帆风顺的同时 他们也容易成为温室中的花朵 失去一些抗压能力 尽管可能不会大富大贵 但整体生活衣食无忧 只要学会放平心态 中年以后会越来越顺遂 五月份出生 五月初五 生命充满活力 五月份出生的人通常性格坚韧 吃苦耐劳 尽管可能不会一夜报复 但由于细心可靠 他们擅长过日子 成为家庭的闲内住 后半生的生活 可能会幸福甜蜜 不缺钱 也不缺爱 尽管财运不是恒定的 但正才足以维持 他们的生活质量 六月份出生 六月初六 阳光灿烂 雨露充沛 六月份出生的人 拥有最好的活力 性格活泼大方 他们善于享受生活 追求新鲜感 与名利相比 他们更看重生活的美好 尽管事业上 可能不是特别成功 但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 属于人间清闲富贵人 七月份出生 七月份的人生来平平淡淡 他们是天生的乐活派 有着大大咧咧 毫无心机的个性 尽管事业上可能没有大的成就 但他们审时夺势 善于把握机会 生活平淡无奇 没有太大波折 即便遇到困难 也能依靠亲友的帮助 迅速度过难关 八月份出生 八月初八 桂花飘香 这时候出生的人 通常性格稳重独立 有上进心 尽管早年 家境可能不太好 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们能够白手起家 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整体运程 呈现上升趋势 晚年运势看好 越老越有福 他们的生命之花 在晚年时期 将会绽放得更加灿烂 九月份出生 九月初九 一场秋雨 一场凉 这时出生的人 可能显得比较高冷 安静慢热 但内心有自己的坚持 由于处事严谨 他们拥有敏捷的思维 能够在擅长的领域 有所作为 尤其是结婚后 慢慢开始聚财 名利双收 生活开始迎来良好的发展 九月份出生的人 可能会在结婚后 逐渐稳定下来 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敏锐的洞察力 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就 十月份出生 十月初时 金秋时节 丰收再往 十月份出生的人命中 福气极旺 具有高情商和重义气的性格 他们善于交际 广结善缘 在人际关系中 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这样的性格特质 使得他们非常适合 从事大生意 脱颖而出 整体运程呈上升趋势 晚年运势看好 越老越有福 十一月份出生 十一月初时 风霜荏若染 出生在十一月的人 通常秀外汇中 富有多愁善感 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对生活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坚持 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考验 但通过努力 能够逆流而上 越老越有福 十一月份的人 要保持对自己目标的坚守 不怕压力和困难 相信最终会逢凶化吉 十二月份出生 十二月初时 收之平衡 腊月是隆冬时节 生活可能显得比较清冷 出生在十二月的 人性格外热内冷 有着勇往直前的尽头 他们可能会在事业上 取得一些成就 但花起钱来也不手软 虽然可能难以有大笔的积蓄 但通过适当的节制 收之保持平衡 生活相对安逸 总的来说 出生月份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 从而间接地影响财运 当然 个体命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不应过分迷信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和挑战 通过努力 智慧和坚持 可以在生活中取得更好的成就 延伸 出生时辰的命理 出生时辰跟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有些人生来富贵 今生不愁没钱花 有些人生来贫困 即使再努力都没有用 出生时辰对一个人影响深远 不同时辰出生的人命运是截然不同的 本身的本命轨迹却难以更改 像下面这几个时辰出生的男人和女人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 男人财大气粗 女人成望富一流 可以说是早就是天注定的 一起来看看吧 丑时凌晨一点至三点 丑时出生的人 为人比较沉稳 做事情很稳重 做人又比较宽容 这样的人 只要伴侣懂得珍惜 必定是给自己招来好运气的 因为性格决定命运 他是本分又有原则底线的人 当然也能助伴侣一臂之力 忘夫或忘妻 当然就是这么而来的 如果是男人 那么赚钱本是一流 如果是女人则忘夫一流 将来成为父太太 午时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 这个时辰是中午的十一点 到下午一点整 午时出生的人如贵人转世 他们不仅出生的家庭都颇富贵 对于他们本身而来更是自带福气 早年运势极力且坦顺 性情明朗为人和气 长大后也是不依靠父辈祖业的人 具有白手起家的能耐 如果是男人 那么必定财大气粗 如果是女人必定福气满满 害时晚上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 出生在害时的人 就是晚上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 害时出生的人 其命理格局中的日元 虽然非常旺盛 但却不娇热 所以在这个时辰出生的人 他们一生的运程非常地红火 而且不劳碌 可以说是福气十足的人 他们的性格大多数都非常地开朗 不管男女都是十分通情达理的人 他们一辈子官运亨通 能被贵人提拔上位 求财得财 求官得官 他们在三十五岁左右的运程最为兴旺 若是男 在这个年纪工作事业必定能达到顶峰 有做老板的希望 若是女 三十五岁的时候 其命理格局中 有正财星和红鸾星入库 是嫁得金龟婿的兆头 只要心存 积极向上念头 就注定能发财致富起来 每一个婴儿出生 都能给家庭带来显著气喜气和贵气 所以在及时出生的人 能够影响一生的命运 还可以给家庭带来财气 带来贵气 以上这三个时辰拥有上等好命 最有达官贵人命